怀王殿下 别看你是王爷 今日我奈何不得你 他日 我必叫你为曾经欺辱我妹子的事 追悔莫及 本王已经后悔了 大舅哥你帮帮我 温锦他不肯原谅我 怎么才能让他原谅我呀 呸 你想的没 他因为你苦了六年 你得赔上六年才行 温锦看着一群罪鬼 俯额摇头 来人 把王爷扶回书房 其他人送去客房 不了不了 我得回温宅 明日齐先生要考教功课 我得一早去书院 温盛君醉得一塌糊涂 竟然还记着书院的事 温锦留不住他 只好盯住长风和石头 照顾好他 王妃 王妃快醒醒 石头来报 说 说温大少爷出事了 大哥怎么了 你这是怎么了 小人没事 都是皮外伤 少爷他 少爷不见了 你别慌 仔细说说 大哥怎么就不见了 昨夜离开的时候 你和长风不是没喝醉吗 是 长风伤得重 纪苏位带他去看大夫了 昨夜离开 大少爷在马车上混混沌沌说了好些话 正说话的时候 马车忽然一顿 只听车风闷哼一声 不知出了什么事 长风探偷去看 竟被人一把抓出去 只听一顿闷揍 长风也没声音了 小人护着昏睡的大少爷不敢下车 有一只大手猛地神进车里 抓着小人的衣领就把小人也拽了下去 小人都没看清 就被他们敲晕了 王妃 报官吧 这么个大活人忽然不见了 且是在京都街头被连人带车掳走了 归京兆府管 不知大哥去向 贸然报官 大哥不见了 嗯 是我大哥 对 王妃的大哥 本王的大舅哥 先不要惊动京兆府 我叫今五位暗茶 他们读书人 明节最是重要 万一卢左大哥的人不是为了害他性命 就是为了坏他明节 贸然报官 反倒着了道 多谢王妃 跟自己夫君还这么客气啊 行了 你们都别着急 等我的消息 忽而有个小厮从外头着急忙慌地跑来 有个小郎君 说有事情密报王妃 他说事情紧急 却不肯说是什么事 什么人 带过来 奴家有事 密报王妃 好好说话 再捏着嗓子说话 本王把你嗓子捏了 奴家 奴家天生就这样 要说话就在三步开外 再靠近一步 本王把你投拧了 是关乎温大少爷的 请王爷回避 上前说话 什么 当真 怎么回事 可要本王帮忙 多谢王爷 回来再跟你解释 让张良套个没有灰烬的普通马车 快点 锦公子来了 我哥呢 这边 不止一种药 他被人发现的时候已经被人用了药 那药性子太烈 若不让他疏解了吧 怕他憋坏了 年纪轻轻的还没有后四 坏了可怎么办 但我这儿没有女子 都是男人 他们读书人看明节 别命都重 等他清醒过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跟我要死要活 活着不冤枉吗 所以我就给他用了药 让他昏睡过去 赶紧叫人通知锦公子来 不是我不舍得请大夫 只是这种关乎明节的事 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 我哥的随从被人打晕 他是被人掳来的 懂 所以我第一时间警告了发现他的人 已经打点好了 都疯了口 此事不会从我这儿传扬出去 所以 送他来的人究竟是谁 为何要毁了大哥的清语 是谁 为何 这我就不知道了 发现的时候 他已经在楼里头了 还抱着我们这儿的小官狂啃 啃了还不给钱 那小官气不过 才到我面前告状来的 好在 我认得锦公子的哥哥 等他醒了 躺若明节已失 他怕是要自尽你信吗 能说点好的吗 那你想听什么 只要锦公子想听 奴家什么好听的都会说 没人跟你说过 你这个样子很油腻吗 油腻 像五花大肥肉那样 本公子如此妩媚妖娆 风度翩翩 奸家欲树 男女通杀 跟大肥肉可不沾边 说吧 看在彼此都是美人的份上 能帮我就帮 你可知道 京都有没有那种 买卖消息的地方 或者可以雇佣人秘密查案 我想尽快地知道 是谁用如此硬狠的手段 献我大哥于不义 这 温大少爷没事了 昨儿在奴家这儿睡得好吗 你是 温大少爷 这是吃完了嘴一擦 就要不承认吗 奴家的清白啊 我对你 不 不可能 他逗你呢 锦公指着是安慰您呢 但多多少少也该有些印象和感觉吧 我 我不会 轻薄了他吧 长风石头被人打晕 大哥被人下了药 送到这秦怀楼来 这里是南风馆 为何要把我送到南风馆 是谁送的 谁送的还不知道 王爷在查呢 至于为什么 大概是为了毁了大哥的轻欲吧 轻欲 鸣声 我残废了这么多年 如今重火新生好不容易重新站起来 倘若还被鸣声所累 那我真是白活了 更枉费了妹妹一番心血 大哥说的对 鸣声不过是旁人的看法 爱惜鸣声 却不受困于鸣声 最是自在 但做这事儿的人 实在可恶 不能叫他藏在暗处 我叫人从大哥回去 有消息了再告诉大哥 只有你出不起的价钱 没有雀楼打探不到的消息 传说 雀楼连皇帝穿什么颜色的内衣裤 都能打听得到 价钱很高吗 怎么说呢 一来是看消息获取的难易程度 二来 则是看那个女人的心情 雀楼的大管事 是个女子 人称雀姨 她脾气古怪 遇上她脾气好的时候 很好说话 价钱也合理 若遇上她烦闷的时候 那就倒霉了